主要感谢你,再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 我们真是需要你用真理喂养我们的灵性 你用你自身的真道建立我们的信仰 我们恳求你今天赐福你无用的仆人 把你的真理传讲清楚 给众人以苛末的心领受你真理的滋论 使我们信心靠着你坚固起来 求主赐福给我们对你的认识 使我们深知我们所信的是谁 好像我们见证的时候充满分量 充满能力 你与我们同在 你跟讲理翻译的听的都同感一灵 你真理的圣灵运行教导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天 阿们 我们这几次大概有12堂到15堂之间 将主导文 这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祷告 虽然今天普遍的基督教 没有认为主导文有何可贵之处 因为每一个人以自私的心来决定什么叫做祷告 而自私的动机就不是神要我的祷告 所以只有当你脱离这种错误的立注点的时候 你才能真正明白神要我们怎么样祷告 主导文不是主耶稣祷告的文 The Lord's Prayer is not a prayer for Jesus Christ 印尼文的圣经公会说 是我在天上的父的祷告 人家以为上帝也在祷告 这是基督教导神的耳泥 怎样向父祷告 actually this is how Christ taught the people of God to pray to the Father 观念要非常清楚 you need to be very clear about the concept 所以我们祷告神都去错了 or you will be wrong in the way you pray 所有宗教最大的错误就是祷告 the biggest error of all religions is in prayer 因为所有的宗教都以为人不必教就会怎样祷告 because everybody assumes that you don't have to be taught to pray 你问佛教徒谁叫你祷告 if you ask the Buddhists who taught you to pray 你问佛教徒谁叫你祷告 or a Muslim who taught you to pray 我们就是祷告上帝了 they say well we just pray to God 先假设人早就会自己祷告了 so you first assume that a human being know how to pray 再假设我们的祷告一定是对的 and then you assume your prayer must be correct 所以这个共同的错误 就是从自我的需要就出发点向上帝恳求 the common error is that we pray towards God 而我们自我需要做我们自己祷告的动力的时候 but when you base your prayer completely upon your personal need 我们都没有办法脱离自私的错误的动机 you cannot possibly escape from a selfish wrong motivation 所以有人在那边大声祷告 恳切祷告 你感动得不得了 你注意听的时候 发现都在为自己想 so when you hear someone praying very firmly and you're very moved you listen closely you realize he's praying for himself 而且都在命令上帝 and he is always commanding God 都在管理上帝 trying to rule over God 支配上帝 and to dominate over him 如果你要听我的道路 so你要赐福给我 you must bless me you must do this 那是不是我们在神面前知道 什么叫做在神面前 could it be that we don't really know what it means to be before God 是我们知道 我们是在神面前 有自我的知识 do we have this self-knowledge that we are indeed before God 我个人从小对祷告 有很多的怀疑 personally since young i have a little doubts about prayer 当我八岁的时候 就跪在上帝面前祷告 那祷告会有很多人就会在我的旁边,不祷告,听我祷告。 因为他们看,这个八岁的孩子,我也这么祷告,这么恳切。 那当我们听他祷告的时候, 我感觉这个有something wrong,不对的地方, 后来我就对祷告神学产生一个兴趣的自我研究。 后来,我发现祷告是宗教里面最大的错误, 它就是共通错误。 就是祷告是所有的共通最大的一个错误, 祷告的认识是错误的, 祷告的立足点是错误的, 祷告的内容是错误的, 祷告的动机是错误的, 那么之前就靠着祷告, 在他们宗教里面实行他们的信仰的这个实践。 那他们在错误中间就这样过一生。 结果呢, 我们到神面前, 发现所求的不是神所要的, 我相信我们求的神不是那一位真正的神, 全功尽废的, 所以宗教是最可怕的东西, 宗教的信徒是最可怜的人, 但宗教的措施没有纠正过来的时候, 越顶层的宗教人物是最可怕的人, 因为今天最敢杀人的不是无神论者, 那是最有神论者, 以为是最靠近神, 最热心于神, 最猛他的神冤纳的人。 这些人呢, 都以为这是热心的侍奉, 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人, 最先发现这个是的不对的, 就是保罗, 发现他所侍奉的上帝, 原来是曾经做人的耶稣, 那过去的律法中间, 一切热心根本不是基督教的上帝, 耶稣基督所要的, 上帝对人的救, 不是世界的国度, 是基督对人心灵的救赎, 我侍奉上帝, 我没有逼迫过耶稣, 并逼迫过上帝, 但是这一位上帝竟然说, 我是逼迫他的, 那我什么时候逼迫上帝呢? 我是讨厌耶稣, 耶稣问我为什么逼迫他, 所以这位我所逼迫的耶稣是上帝吗? 所以保罗真正救到整个错误的时候, 这是全人类宗教革命的第一步, 后来他问了一句话, 主啊, 我当做什么? 主啊, 我当做什么? 这句话是所有宗教祷告的重点, 如果人是诚实, 谦卑, 在比他更大的神明面前, 愿意明白真理, 愿意追求的话, 这句话是很重要的祷告, 他的次序是颠倒的,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宗教所问的我应当做什么, 后面就加上, 就可以蒙上帝约纳, 就可以得救, 就可以上天堂, 因为所有宗教, 后来问我什么, 我会再加上这句话, 因为我会再加上去天堂, 我会再加上去天堂, 我要做些什么东西才能够取悦于上帝? 我应当有怎么样的行为才能够进天堂? 所以这个呢, 我做什么就成为蒙约纳的因, 我行什么就成为进天堂的根。 那么在保罗的这个宗教性的革命中间, 他完全不是这样想的, 因为我做的都是错的, 我对上帝是逼迫, 这位上帝是我不认识的, 今天我一定要承认他是上帝, 因为他用大光照我时光天化的指甲, 比太阳更强的超自然力量, 因为他说主啊, 因为他说这是上帝, 那麽他承认, 上帝啊, 你是谁? 谁问呢? 教导人关于上帝学, 神学家问上帝说你是谁? 这个是不是最大的讽刺呢? 如果一个科学家问说科学是什么? 那你就问他说什么你会变成家的呢? 如果一个音乐家问音乐是什么? 那你搞了音乐一生还不懂吗? 比利克兰曾经问他的统工一句话, 告诉我什么叫传福音, 他是布道家, 问人布道是什么? 到底他是考他的下面的人呢? 或者他是不词下问, 以来他不知道什么叫布道呢?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还没有问他, 如果问他我问, 为什么布道就要问什么叫做布道? 所以当这个迦玛列最好, 最高级的修生保罗, 对上帝说, 上帝啊, 你是谁的时候, 这是宗教不公自破的错误的自己的认识, 你在上帝面前, 你承认你不认识他, 你不认识他, 你又敢告诉人什么叫做上帝, 这是人类最大的毛病, 苏格拉底会在世界上的时候, 每天见到人都是问, 问到你不好意思你做人, 他会问到警察, 你是警察吗? 你问什么警察? 什么叫做警察? 就是做纠察工作, 做纠正社会错误, 万乱, 这个是反乱的, 这种社会的状况, 这个人来治理百姓的错乱, 这个叫警察。 那苏格拉底就问, 那你自己没有错乱吗? 你怎么敢去弄别人的事情? 你跟你太太有没有吵架? 那谁管理你的家呢? 所以他就开始不好意思了。 你靠这个东西吃饭, 你吃得平安吗? 你自己的家都乱七八糟, 你还管别人家, 还要拿薪水? 你到底是帮助人, 或者依靠人, 或者是害人, 或者骗人? 你跟苏格拉底讲话, 你一定输得辣对。 你一输得辣对, 一定输到底就是这样。 因为他跟你讲到, 你没有话谈了。 你急到就落, 你承认错误, 前面下来, 或者狗被急到墙边, 他翻过来咬你一口。 就像苏格拉底这样的, 一定要死。 因为世界上的人, 受不了这种一直问问到没有路走的人。 受到你没有面皮, 你没有身份, 你没有辩论的可能, 没有智慧的能力, 你给他脱光衣服, 侧鹿鹿鹿在大人的面前。 所以当保罗见耶稣的那一天, 就是上帝把人宗教外衣脱光, 让人闲入自己多么败坏的一天。 保罗马上改变他的祷告。 主啊, 我当做什么? 这个就是每一个宗教祷告的事情。 但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所有宗教的祷告, 我当做什么, 都是要得到上帝的愿啊, 得到福气, 得到得救, 得到上天堂的结果。 那保罗不是, 因为今天耶稣找他, 不是因为他曾经做到什么, 行了什么善, 讨属耶稣的喜悦, 所以主耶稣来显现给他。 他是逼迫耶稣的人, 所以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逼跑我? 那么我还爱你。 所以保罗知道他今天先蒙恩, 后明白当做什么。 不是先明白当做什么, 才能蒙恩。 你明白这个话吗? 这就是归正神修不同的地方。 你同样在教会做礼拜, 你同样信耶稣, 但是归正神就把很多事, 把因果导过来。 苏奥古斯丁讲一句话, 我祷告, 所以上帝给我恩典。 那这是说, 因为我祷告, 上帝才施恩吗? 如果是这样, 我不祷告, 上帝就没有给恩了。 这岂不是说上帝是被动的吗? 是我叫他施恩的, 是我帮助他能行恩典的责任的, 这样呢, 上帝变成我宗教活动产生的果效。 然后他问两个问题, 我怎么会向正求的上帝祷告呢? 我怎么会向祂求恩呢? 是因为祂先把恩典给我, 我才懂得怎么求。 是因为祂先给我恩典, 我才知道谁是真的上帝。 找到真上帝, 是不是恩典? 能够有正确的祷告, 是不是恩典? 到底是上帝先给我恩, 我才能到祂面前祷告呢? 或者是因为我到祂面前祷告, 祂才给我恩呢? 上帝啊, 你是源头吗? 或者我是主动的, 你是被动辙吗? 转来转去, 他才到结论, 神先开恩, 我才能到祂面前求。 你可以接受吗? 这个叫Reform Theology, 上帝的恩典在人的反应之前, 神先施恩, 人才回应, 神先寻找人, 人才求告他, 神先拣选人, 人才听到的道相信他, 神先复照人, 人才传福音, 神借助人先传福音, 人才听到道, 你先听到道, 产生信心, 给信心是从哪里来的? 从听道来的, 所以是听道产生信心, 不是我信就明白道, 那么我听了道我才会信, 我信了我才会求, 那么求告主明的救必得救, 所以你不懂刺序的人, 当然得救因为我求告主明嘛, 我跟你们不一样的, 你们不信主的人, 我是求祂的人, 所以他就自恩, 保罗说, 如果你没有信, 你怎么会求呢? 所以你的求是果, 不是因, 也论如此, 所以我的信心, 使我能够求感谢上帝, 但是我信啊, 他不信啊, 所以我才蒙恩啊, 所以我是因啊, 保罗再说, 你如果不听怎么会信? 原来是我听了道才信, 所以听是因, 信是果, 但是我肯听到啊, 他去看戏, 另外去旅行, 我来听到嘛, 我这样好的人, 谁会信嘛, 上帝说, 如果没有人传, 你听什么? 糟糕了, 你的信也是因为听来, 你的听也是有人传来的, 所以你永远被动的, 但是他传要有听啊, 我没有听他自己不好意思表演, 那么至少有人传, 所以因为有人传, 所以我们能听到, 保罗再问, 上帝如果不拣选人, 复造人, 他怎么传? 所以从这方面, 保罗很像苏格拉提, 问到你一定输的, 苏格拉对, 输到底了, 那你到底在讲什么呢, 神之万因之因, 祂是所有的磐石的磐石 祂是所有灵感的源头 结果呢 只把荣耀归给上帝 你不要归给传道的 你很会讲谁我听得很好 所以上帝的恩典是先试给我们 我们才能够回应 上帝的恩典是我们所有人信仰的根基 那么为什么给孩子施洗呢 因为神的恩典先领导他 他还没有信嘛 怎么可以给他洗 他还没有信怎么可以 信了受洗的就不得救 他怎么会信呢 一定要听到 他还未听到 怎么可能会听到呢 因为他生在基督徒家 为什么生在基督徒家 因为他说 爸爸妈妈 你先信主我才生出来 所以我怕你把我生在基督徒家庭 没有 这个都是恩典 一个人被生在基督徒家庭 神把他放在基督徒的肚子里 所以为婴孩受洗 真正的神就基督徒 因为我们相信 神的恩典先以人的回应 你不要给孩子受洗 因为大了他反对主 你怎么办呢 我同样的问你 你不要给大人受洗 以后他反对主怎么样 孩子受洗以后可能会反对主 大人受洗以后有没有反对主 有没有啊 不但有可能更多 事实上一些最爱主的敬虔人 很多是从小受洗的 这个再讲下去呢 我们变成在辩论了 圣经的原则 我爱上帝 因为上帝先爱我 大家说 我们爱上帝 因为上帝先爱我 孔子的大学的第一句话说什么呢 知其先后 if you know what the correct order of things 这近 什么 你们呢 就还那全部 孔子说什么 乌有本末 每一件事有先有后 知其先后 这近道也 归正神学 明白什么是先 什么是后 神先施恩 我才怀应 神给我听到 我才产生信心 神把信心的种子放在里面 我才求告他 神先拯救我 我才懂得爱主 所以保罗这句话 主啊 我当做什么 不是所有宗教的祷告 是反宗教祷告的祷告 因为他是蒙了恩 才说 我蒙恩以后 我应当做什么 圣经你们至少有四次 问耶稣说 我当做什么 才可得救 我当做什么 可以得救 我当做什么 可以承受永生 只有保罗说 我既然蒙恩 你救我了 我应当做什么 报答你的恩 这个先后观念的革命 就算基督教的祷告 那么基督徒有很多 以为他很会祷告 所以祷告我祷告 过来人家称赞你很会祷告 他更耿切祷告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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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怜我吧 主啊 主啊 后来他就逼上帝了 我告诉你 祷告最多的错误 就在基督徒里面 所以我讲主导文 我的心是很沉重的 因为我有什么资格 告诉你们 主怎么教导我们祷告 我们自己的祷告 是不是已经证求了 这个祷告 不是主在祷告 不是天上的父的祷告文 是天父赐下基督 教导我们 怎样以上帝额利的身份 来对上帝祈求 以后这本书印出来的时候 今天这些话就成为序文 宗教祷告的错误 保罗祷告错误的旧误 祷告原则的革命 才进到圣经基督 怎么样教导门徒祷告 我们在一起地头祷告 主啊 恳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 正如你已经引到我们前面的时间 赐福我们今天的聚会 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第六章 我们再念一次主导文 马太福音第六章 翻到了我们一同开生来读 第七节 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 并猛垂听 你们不可笑话他们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 以前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大家念我们在天上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上 愿你的国降 愿你的食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热用的饮食 敬热吃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欲战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过度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知道永远 阿们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赋 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赋 也必不饶恕 你们的过犯 我们都经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在第一堂里面讲 我们在天上的福 这句话很严肃地告诉我们 我们是有对象的祈祷 不是大空气 不是自我表达我们心里所需要的 还是在一位天上的父面前 成名我们有所要 有所求 不是我私人的神 是我们公有的父 所以我们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以什么身份到祂的面前 以儿女的身份 我们跟祂发生什么关系 亲子的关系 所以那一位上帝 你曾经这旧又应许说 不是我的儿女的 我要称祂为我的儿女 我要称自己为他们的父亲 使他们称为我的儿女 让这个特权赐给被造的 微小的罪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成为天之交子 我们称呼伟大的上帝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以儿女的权柄到祂的面前来 这是何等尊贵何等荣耀的一个地位 基督你知道你有特权 运行 这行 色行 你这样的权柄吗 当你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 不是因为你的罪是你与祂各觉关系 不是你是被造者 所以你没有办法到祂面前来 因为救赎的关系 他们生命赐给你 基督耶稣为祂都生者的关系 因为耶稣是祂 only begotten son 他们后世的权柄也赐给你 基督说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 基督说有职的必有父 基督说有职的必有父 没有职的也没有父 看见我就是看见才我来的上 你信我就是信才我来的上帝 祂是我的父也成为你们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天地的创造主啊你是我的父 你走万物中间我是你的子女 我勇敢的 我真诚的 我坦然无惧的 我都信不疑的 来到我树林父亲的面前 承明我的软弱我的需要我的有限我的地位 向你诉说我的需要向你要求你的恩典 我们在天上的父 当讲完这个地位的身份以后 你就开始求了 第一句祷告的事情是什么呢 不是我的需要 不是我的野心 不是我的理想 不是我的要求 第一次第一句的祷告 就是我要全世界尊重你的名为圣 is that I want the entire world to regard you as holy 愿你的名为圣 helloeth be your name my father in heaven helloeth be thy name 在天上的父 愿你的名为圣 这个以父的名为圣 that the father's name is regarded as holy 以父的意念为意念 that his will become my will 照着父的意愿去祈求的人 这些人是明白上帝心意的人 我们在地上做老师 做父母的人 我们不是盼望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学生 给我们一些钱财的酬劳 那是普通的老师 或是最高级的教员 我相信教员都需要生活的钱 教员最重要能得天下之英才 而一知者孟子所必三的快乐 所以一个钢琴老师 他问我说 我有些人笨的钥匙 怎么叫都不得够 但是这些人 修习的精神好得不得了 他在弹梯 一直臭 臭了一直弹 很讨厌叫他怎么办呢 你还是叫他嘛 孔子说呢 有叫五类 这些人有个贡献 就是给你吃饱 你有这些人你有薪水啊 你就叫他制造他快乐 他在家里不会因为 小事情一直跟他丈夫吵架 因为跟你修钢琴 他脾气好一点 感谢上帝 那么你要不要做满意的老师 当然你要收一些 有智 有恩赐 有天赋 有才干 但是没有钱来度的人 收他免费的教堂 两全其美 又靠教情有饭吃 又可以建立一些天才 成为有贡献的人物 这个叫做家父祭贫 把有钱的人的钱拿过来 帮助穷的人成功 上帝也靠他们养你 也借助你 培养他们 就是这样 所以康德哲学家讲一句话 天才不必教 笨才叫不来 那么教书做什么呢 教义的责任就是 叫普通人 天才不必你教 勇才叫也没有用 你努力叫一些普通人 比较像样一点 也就是这样 我们在天上的父亲 愿能都尊你的名为圣 第一个祷告 不是为了我的需要 第一个祷告 不是我的雄心 不是我的计划 不是我的野心 是我的上帝的尊荣 上帝的神圣 被尊伟大 当神被认真的当作神来看待的时候 当人被认真的当作人来看待的时候 你能把神放在神应当有的荣耀的地位 把人放在人应当有的谦卑地位 把自己放在一个应当永神一人的地位 你就是真正的神 真正的这一个正人君子 两天以后印尼总统大选居要揭晓了 三天以前我很难过很难过 因为印尼有三个很著名的牧师 用一个最大的礼堂 请几千个人来 在他们中间与他们一同庆祝 Brabobo已经得胜了 后来当场的时候 有一两个不出现 可能他发现不对了 Brabobo这些人用钱售买很多人选他们 但我知道这个最大的教会 零恩派是支持这一派的时候 我没有权柄干涉人 基本人权是人存在的神圣的一个基础 是神赐给人别人不可侵犯 那我难过什么事情 这些大牧师 竟然任性支持一些人 违背大多数民意的 我担心以后呢 正我宣布圣的不是他们支持这两个人 行为另外的人的话 那我的同工啊 你讲到还有人要听吗 我的同工啊 基督教被外邦人羞耻辱骂的时候 你们怎样得罪 怎样可以对得起上路 我非常难过 我没有权柄吩咐你选谁 不选谁 你问尊重你 一定要向上帝负责 照你所知道的原理 哪一个比较亲近圣经的原则 你可以选他 哪一个不照圣经的原则 你不必选他 归正教会 永远不会参与 哪世间的政治行动 将我们在中立的地位上 才能成为世界的光 世界的眼 甚至劝政府 应当怎样敬为上帝 当教会走在一边的时候 我们岂不是要跟全国的民族 有一半的人做仇敌吗 所以我作为教会的领袖 我一定要很清楚这些事情 今天美国的这个主教 是站在同性恋一边 甚至未同性恋的主教 主持分离 他不但是站在错误的一边 他是站在反对上帝的一边 他们是违背圣经的 所以做领袖的 也很谨慎自己的精神 自己的立场 跟自己的言行 所以我们今天祷告 不是为我的爱好 为我的利益 为我的需要 耶稣是你祷告的 第一句要这么说 我们在天上的福 向着求的 第一句要怎么说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你才有资格继续讲下去 再来一个重要的问题来了 为什么主的名要被尊为圣呢 为什么主需要人去荣耀他呢 我曾经很幼稚地想 上帝说你们要荣耀我 你们要荣耀我 你们要尊荣我 上帝好意思吗 如果唐牧师说 你们要荣耀我 你们要常常尊荣我 我会感到我不好意思 上帝怎么感到好意思 要人尊重他 要人有料他呢 我被这件事情困扰了一下子 但是很久以后呢 不但一下 两下 三下 很久以后 我再想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上帝真的需要人荣耀他吗 上帝真的需要人 尊他名为圣吗 请问上帝在没有人尊重他以前 请问他的名为圣了没有 请问他有没有足够的荣耀 在人还没有荣耀上帝之间 他的荣耀本身是不是已经足够了 而上帝本来的属性是不是已经是圣的 为什么要人尊你的名为圣呢 你不是本来就是圣的吗 你不是永远就是圣的吗 你不是没有创造以前你就是圣经的上帝吗 为什么永恒自我完全圣经的上帝 需要暂时被造被救赎的人去圣经他的名 这个是一个反照光的镜子 我用太阳光反照到你脸上 你感到很赤眼 转过来伤到别人的时候 你感到比较松懈一下 太阳光从这里照射到别人 光就在他的脸上 后来我转来转去 电反了 我就把太阳光转过来 再反射到太阳那里去 所以从太阳来的光 反照到太阳那里去 会不会比太阳更光一点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这个光本来就是太阳 所以当人荣耀上帝的时候 上帝不会因此更荣耀一点点 上帝的圣经也不需要人赚他的名为圣 他才成为圣经 上帝所永恒到永恒 自我满足 自我成全 自我存在 所以他没有增加 没有减少的可能 西藏经在永在了上帝 昨日 今日知道永远没有改变的基督 他没有转动的影儿 他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我曾经用很多时间想这句话 因为社学里面没有人讲过 所以文化里面没有人讨论过 自我永远不改变的 所以他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什么叫转动的影儿 什么时候这个体可以达到一个地步 没有转动的影儿 你知道吗 就是当这一个体 跟光同一的时候 自己就的光源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转动的影儿 你明白吗 我相信可能你生下来到今天 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情 我跟光有距离的时候 光与我的距离 产生了另外方向的影子的存在 但是当我跟光没有距离的时候 没有影子 也没有转动的可能 上帝就是光 所以他不需要影子 光使受光提背后有影子 上帝本身就是光 所以他本身就没有转动的影儿 所以他不是充满怜悯而已 上帝就是爱 上帝就是光 上帝就是生命 上帝就是真理 不是说上帝有真理 如果有真理 有从那里来的真理 上帝有生命 谁给他生命呢 基督教才真正明白 这样伟大的事情 基督教的真理 不是人想出来的 不是我寻找的时候 坦诚的结论 只有基督教的真理 是神自己的一个启示 基督教的真理 是神自己的一个启示 愿人尊丽的名为圣 不是指我们的上帝 需要有人拥有他 他才成为圣洁 当基督成圣的时候 从一个罪人的身份 我们逐渐成圣 但是上帝不是罪人 在他整个存在 是没有这个罪恶的 他本身就是光 他本身不需要被洁净 他本身不需要被承圣 所以我们说 Hello with your name 你应当有的圣洁的地位 承认归于你 圣洁这个事情 每一个宗教的观念 都不一样 所以有很多宗教里面 有圣品人 是很多太太的 这些人有很多太太 这样不接近 怎么会变成圣品人 因为他们的圣 不是圣经所提到上帝的圣 有教主有二十几个老婆 有一些宗教的领袭 有几十个太太 他们下面呢 还是这样摸拜他们 赞然心里对他们 毕恭毕敬 因为他们的圣 不是圣经中间的圣 因为基督徒经理主义 同样一个名词 不同的内容 你不可以混杂在一起谈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与的名为圣 圣经里面的圣是什么呢 圣是神的本质 甚至不可侵犯的超越 甚至以其他不圣 分别出来的本质 分别为圣 圣跟分别 是一定要连在一起思想的 是质的分别 不是程度上不同 我有两个孩子 你说你才两个 我有十二个 不是你有十二个什么 我有十二只狗 从量来说你比我多得多 但是我的孩子是人 你的是狗 你怎么可以相比呢 你说你有一百辆汽车 我说我有一架飞机 两人暴乱来的时候 一辆汽车跑来跑去 你都在地上没有路走 地辆飞机一飞的时候 就离开灾难的地区了 这个叫做 这是质的分别 神不是无 神不是有限的 神不是受造的 神不是有无浙的圣体捆绑的 神是灵 神是无限的 神是自存永存的 神是他的超越性 神就是他的永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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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就是他的非受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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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人都尊丽命的为圣的 人都承认你是创造者 你是自存者 你是超越者 你是超越者 你是超自然的上帝 你超越所有时间空间 跟受造物 让我们尊我们的主为圣 就是这样神圣 永恒 超越自存的上帝 神的观念 还没有讲清楚以前 许多宗教里面 都是模糊不清 我们把庙当作圣所 我们把某些山叫做圣山 把一些的地叫做圣地 把一些的圣品人叫做圣人 圣地比旁边的地更圣洁吗 庙里面没有猫的大便吗 圣洁的山没有鸟的小便跟粪吗 你称它为圣是根据什么 因为它是接近的 是最没有细菌的 是最卫生的地方 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卫分 人把这个意义加在上面 把它这个地方跟别的地方分别出来 这个地方是世俗人来往的地方 我们说我们分别出来一座 宗教敬前用处的圣地 所以当你提到我们的主在天上是圣者 上个礼拜已经讲了 圣在圣在圣在 圣在圣在圣在 圣成为祂一切属性的基本 上帝是圣洁的 他有圣洁的爱 他有圣洁的义 他有圣洁的良上 他有圣洁的恩典 他有圣洁的造谱 他有圣洁的旨意 他有圣洁的命令 他有圣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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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earth be your name 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圣 已经给人的观念堕落 迫害以后 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圣 当我们看见 当我们看见 所有的宗教的圣 都不是圣经的圣 你认识 that all religious holiness got nothing to do with Bible holiness 初期的时候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可能我已经对你讲过了 We may have mentioned this 德国人 Rudolf Otto 上个礼拜有没有讲 Rudolf Otto in Germany 他就提到圣的三大观念 He talked about three concepts of holiness 第一个观念 叫the sense of greatness 第一个就是有伟大的概念 第二个观念 就是the sense of our fullness 第二个就是一个恐惧的概念 第三个观念 就是the sense of mysteries 这一个神秘的概念 所以奥秘性 恐怖性 跟伟大性 又变成宗教的圣洁的观念 the three concepts of holiness is greatness the sense of mystery the sense of all 有一些人败坏的不得了 some people may be very decadent 对他们的信徒来说 是神圣 奥秘 不可侵犯的圣人 but they have followers that think of themselves as great mysterious and awesome 所以宗教的妙议 都是大的不得了 特别他们的母会 或者他们的神圣的本部 是很大的 especially the headquarters usually a large building Bodabudu 是很大的 Bodabudu is a huge place Ankhore Wat 是很大的 Ankhore Wat 三个要素连起来 For you will find all three essences there Rudolf Otto 到东方跑了一次以后 After Rudolf Otto Toward the East 继承了三百多年以前 Montescu的思想 and he had the thoughts on Montescu 300 years ago inherited the concept down from Montescu Montescu 是法国的一个 法学家 这个法学家写一本书 按照当时的知识分子的要求 书名越长 越有修问 他的书名 26个字 如果他说法律 就是笨人 你这个傻傻 没有什么修问 认到有关人类行为 与法律关系 所产生的性质 审判 一大堆 这个叫做 有修书的人 Montescu 游了东方以后 回去 做了一件事 Montescu after he told the East Went back 告诉西方欧洲的人 基督徒一句话 He told the European Christian 你们不要 关在象牙塔里面 自以为清高 He says Don't trap yourself 你们不要认为 自己是世界最聪明的人 你们所知道的 只有基督教 因为你是有 最高的启示 最高的信仰 跟最道的认识 你们知道 东方有很多 从来没有听过 耶稣名书的人 他们过着比你们 更和平的生活 他们有不同的宗教 他们也有永恒的盼望 他们的生活社会 比你们更和谐 在15-16世纪的时候 欧洲基督教的国家 就彼此相杀 相争 相抢的地方 所以他们在印尼的东部 找到了香料的王国 和这些人 都要抢那些地方 所以基督教国家 产生了许多 很羞耻的战争 当时的中国 当时的日本 当时的印度 当时的中南半岛 很多国家 很平稳 很和平的宗教生活 but back then there were peaceful religious life in China in India in Japan Korea 所以 Montesquieu 产生了一个新的观念 相对性 不要绝对化你自己 因为你最聪明 你最高超 你比别人更优越 这就是一个罪 很多宗教的优越感 使这个宗教 犯了一个 自己不知道的罪 不能因为相对性 存在是必要的 去否认有绝对的可能 当然我 到现在还是接受 基督教的信仰 是绝对 那么在绝对跟相对中间 怎么样取得一些 合理的平衡 我们要让相对的 以相对的精神 去处理它 我们要有 对的精神 去接受 对的原则 但在对的信仰 中间 怎么样相对的 以便的和好 这是智慧的问题 不是妥协的问题 所以过了几百年以后 Montescu传下来的 相对的观念 到了赫格尔的哲学里面 就变成 就变成专以 绝对的名词 解释相对事情的一个原理 你们都知道 赫格尔最爱用的一个字 就是 Absolute Geist 德国的词的意思 就是绝对精神 到赫格尔所讲的 绝对精神 到底要指什么东西呢 他就是要指上帝 上帝是绝对精神 却对精神在历史历代中 自我表演 自我运动 自我改变 自我成全 所以用什么办法 用正反和三种形式来发展自己 So the absolute spirit actualize himself through the principle of a thesis antithesis and become synthesis the synthesis become the second role of the thesis and going on forever and ever this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anging God 他相信上帝是改变性的 以正反跟和的这个行为 一直在演变下去 他又认为自己是比基督教 有史以来 所有的神学家 更真正明白 三位一体的上帝 and he think of himself as the one who understand the triune God more than many theologians 圣父就是那一个 theesis and so he says God the Father is the thesis 圣子道成的书 变成一个antithesis and God the Son become an antithesis 圣灵就变成synthesis I know the Holy Spirit the synthesis 他用这个办法 来讲什么叫做 相对界里面 结对精神的自我演化 and he talked about how the absolute spirit expresses himself in a relative world 后来被马克思 接受的一言论 的社会 发展的精神 and Karl Marx then adopted it to have the monotheistic concept 那么这个monism the development of monism in the history through the thesis antithesis and dialectical synthesis 所以这个辩证法 就变成这个马克思 把唯物论结合起来的共产主义 and so in the end you have communism that match all these things with materialism 所以最多用绝对的 这个字 就是赫戈尔 and Heger used the word absolute most 赫戈尔要表达的 不是绝对 是相对 but he wanted to express relative issues 那么从哲学来看 so from the angle of philosophy 赫戈尔有继承了 相对这个事情 赫戈尔 inherited the concept of relative Rudolf Otto的时候 by Rudolf Otto 他就盼望大家 在相对的宗教世界里面 找到一个 很绝对的 共同的idea 什么叫做宗教的神圣 什么叫做圣诀 what is holiness 这就是 the sense of mystery the sense of outfulness and the sense of greatness 并在一起 当我们说愿你的名为圣的时候 我们到底在讲什么呢 what exactly are we talking about 现在很多的基督徒 根本没有心好好听到 最好说讲到了很多故事 比喻很好笑 回去肚子痛 啊今天讲到讲得很好 基督教就会败坏在这些人的手里面 christianity will be lost 让我们真心思想 让我们真心思想 细细研讨 and study it in detail 我们的信仰到底是怎么样 what our faith is all about 感谢上帝 thanks be to god may your name be holy 上开天我们讲到了很多的圣的观念 不是圣经的 and we talk about how many concepts of holiness did not come from the Bible 我们的教徒的创办人 几十个太太 and so the founder of islam has many many wives 摩门教异端的创办的几十个太太 the founder of the heretical moments have many wives 真正在历史上彰显 作为唯一的圣者 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the only holy one manifesting himself in history is Jesus Christ coming in the flesh 基督徒真正就误 也真正认定 我们的主是上帝 唯一的圣者的时候 when we truly recognize our lord as the only holy one 我们才能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他的光 成为他的眼 愿人尊你的名为什么 上个礼拜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到摩西最后的一段 上帝说你上山去 一个120岁的人要爬到高山 这是很残忍的要求 就是非常苟刻的一个命令 摩西一定要顺服 到高山上去的上帝说你看吧 迦南没地就在你的前面 我已经把这个应许的地赐给你 以以色列人他们的子孙 你可以看你不能进去 上帝这么严格的刑法是为什么呢 一件事 因为你没有在百姓面前 尊我为圣 所以你从新的圣经回顾到旧有的时候 你看见尊主的名为圣 原来是这么重大 这么有关系的一个关键 你会看见那是很重要的 你上帝赐福给我们 所以神而你 先尊主的名为圣 发出这样的祷告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今天我要讲到第三句话 第二个祷告 上帝啊愿人尊你的名为圣 接下去的祷告是什么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在这个地上 这句话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 上帝啊我要的是你的主权 上帝啊我要顺服你的命令 上帝啊我要受治理于你的原则 上帝啊我要你做我的王 你做我的主 你做我的神 所以说愿你的国降临 你愿研究诸道文的时候 你发现这是多么神圣 多么威严 多么尊贵的一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母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你的国降临 今天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 今天的国度是什么样的国度 在整个人类六千多年的历史 只证明圣经的一句话 那一句话是什么 就是罪的公价乃是死 人的知识 在人的国度里面 在人的文化里面 在人的宗教里面 在人的社会里面 只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来治理彼此 世界上的国度不是完全的 所以耶稣基督教导我们 祷告 愿你的国降临 我自学有一个习惯 每几年我会专注一门的修问 尽量把它搞通 我们是神修 我们是哲学 我们是宗教修 我们是宗教修 我们是心理修 我们是行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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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历史 我们是中国的古董 我们是音语 我们是音语 我一步一步 一门一门的进修 我决定这三年 我决定中国历史 我要好好研究中国历史 作为中国人 作为普世公民 作为圣经的原则 来观看中国历史怎么远近 我把几十本图拿来翻看的时候 第一个观念是非常奢望 因为我在二十多岁讲了一句话 中国历史每个朝代 都是红红烈烈的 走上历史的舞台 中国人都是七七惨惨的部下历史舞台 从夏朝开始 要用商汤去把它结束掉 夏界已经是最败坏最惨暴的一个暴君 商汤起来的时候 整个中国人心的盼望 结果商周王有变成最残忍最凶暴的独裁 周文王再把它结束掉了 周朝不像商人好鬼 不像夏界跟商周的凶暴 他们一历一代人 一历建立社会 一历进行宗教议设 这个朝代就变成中国历史最长的朝代 延绵从西周东周 一共有八百多年 直到战国结束的时候 秦始皇把六个国并吞了 同意中国周朝才结束 秦始皇的残暴一点没有输个下绝跟商咒 所以他的冲妇 李不韦劝他一句话 不是不是 冲妇英文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冲father 好像那样 可能就是他的孩子 不倫不类生下来的 用野心把它做成一个新的王帝 自己可以在后面控制 结果呢 这个冲妇养的是一只老虎 所以秦始皇是雄心大志 没有人可以过问 没有人可以支配 但秦始皇实在是千古第一帝 他的气魄太大了 他雄心太盛了 他的独裁 他的财气 实在是过千千万万的人 但他凶暴起来的时候 又是没有人可以劝的 他迷信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影响的 他所信托的人 没有人可以改变他的 所以秦始皇是最大 最勇猛的君王 最笨 最糟糕的一个人 为什么秦始皇很糟糕呢 因为他最相信的人叫做糟糕 糟糕的中国历史 李氏是最坏的人之一 李氏是历史上最笨的人之一 李氏统一了中国七国的文字 变成比较简单的传书 李氏自己又是一个很好的书画家 当沙丘的地带 秦始皇碎油死在中间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就想 如果秦始皇的大孩子 复苏做王帝的话 这个人是不容易控制的 所以这两个人就为自己的一处 他们盼望修改秦始皇的遗诏书 逼夫书自杀 那夫书看见这个遗书被念出来的时候 他满头露水 我的爸爸叫我自杀吗 我不是应该是皇太子吗 一面流泪一面大声呼喊 爸爸你这么伟大 我顺服你的命令 就把箭斥自己而死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遗书被修改过了 所以把第十四子代替第四子 第四子叫做胡骸 胡骸就是胡闹的骸 这个傻得要命的骸子 为什么做皇帝呢 因为赵高可以控制他 所以你看最伟大的人 信任你最不可靠的人 结果江山就完全付出了 吕不韦劝秦始皇说 你不要这样多杀人 你不要这样残暴好不好 你要知道周朝能延绵八百多年 因为他们一礼治国 一礼行事 秦始皇回答吕不韦一句话 那么这么伟大的周朝 现在在哪里 他也灭亡了 既然这样不必劝我 用离治国八百年也要消灭 所以用我的办法治国 你不必再管我 结果呢 他因为他胜过了七国 他胜过了历史 他胜过了周朝 统一全中国 建立了最伟大的兵马俑 兵马俑有八千多具 没有一具的面孔 跟第二具是相同的 这完全不是先做模 然后照样炮制的 它按照每一个人不同的脸孔 特别 一个一个独立的 那美国政府说 我们可以我买一个吗 我们的博物馆永远尊重中国文化 我们给你五百万美金 北京的政府说 不 我们这些军队 个个不一样 一个也不能离开中国 所以 没有一个准证 五百万算什么 这一方面来看 中国政府很有骨头 所以还在西安 铃链 是坑的里面 你们去看过的请举手 有的是在这边看过 因为接几个来这边展览 Telacorda Soldier 是很伟大的 但是我告诉你 秦始王用了几十年 真道的中国的统一 他死了以后 十五年 完全泡堂了 他的孩子被杀 领另外一个 他的孙子来做皇帝 这个人变成非常惧怕 到处求情 变成像乞丐一样 求可以存佛 还是被杀死 这个世界的国 是什么国 你说新加坡不错 自从新加坡建了 Casino 我就看不起 你们的政府 你们不过是罪人 要自离别的罪人 你们为了金钱 很多原则都偷懈了 这是我一生做人 所不能接受的事情 我这一生 没有老板 我的事丰 因为主 我的上帝 我今这一生建立教会 希望我的教会可以抵抗 所有错误的潮流 为神的家 振作起来 我希望我的教会 去抵抗 所有错误的教会 去抵抗 我知道我是人 我们教会是人组成的 我们的社会 是罪人的社会 我们的国家 统治的都是罪人 所以我们要这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祷告 愿人都遵义的名为神 愿你的国降临 为什么人需要国 因为罪人需要治理 为什么需要治理 因为人成为罪人 因为人有神给他的形象样式 有自主的自由权 亚当犯罪的时候 神对人类的第一句问话 什么问话呢 你在哪里 当亚当犯罪以后 罪信传到他的孩子身上 是他的大孩子 杀死他的第二个孩子 上帝对亚当的下一代 第一句问话是什么的 他的爸爸说你在哪里 对他的孩子说 你的兄弟在哪里 创世纪第三章跟第四章 延展出来人类历史的开端 第一个问题是你在哪里 第二个问题是你的弟兄在哪 当上帝问亚问该云 你的兄弟在哪里的时候 我其实看守我兄弟的吗 你为什么问我兄弟在哪 一个罪人不但不悔改 还有抢辩 上帝跟你抢辩 对不起 会这样吗 上帝说 盖云 你杀你的兄弟 你的弟弟的血 从地里面 已经发出控告 你的神明 到我的台前 你认为我不知道 你在做什么吗 你以为你用你的自由 能够欺骗我吗 你以为你以你的方式 能够隐盖所有东西吗 盖云 你弟弟亚伯的血 从泥土里面 已经向我控告你 从西伯来书告诉我们 亚伯虽然已经死了 人就说话 请注意听下面两句话 一个有永恒的价值观的人 死了以后还会说话的 一个不懂的永恒价值观的人 所以你活着已经死了 你是不是这个活着的死人 或者是一个活着将要死的人 上帝的眼中 盖云或作是死了 亚伯死了是活着 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 亚当你在哪里 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直线性的 是我们跟上帝的直线性的 当上帝问第二个问题 你的弟兄在哪里的时候 上帝要求我们 人与人之间平线的这个关系 当我们实现 与神的关系破裂的时候 我们的罪背叛上帝 我们人与人的关系破裂的时候 是我们的罪信不尊重我们的朋友 可能律法刺下来的时候 第一条说爱你的上帝 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 你要尽心 尽心 尽意 尽力 爱你的上帝 你要到杰明说什么呢 你要爱临舍如同自己 所以亚当的罪 该你的罪 就是这个世界 没有可能有一个好的过渡 因为人离开了上帝 哪里来的有能的智慧呢 当一个人杀死他的同辈的时候 哪里来的公平呢 所以今天的政府 与神的关系是隔绝的 今天的政权 与人的关系是不易的 世界的过渡没有办法形成 汤恩比又讲一句话 在六千年的一期 所有的政府都宣称 他们在寻求平等跟公平 但是从来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梦想 是世界上的社会 没有一个有正义跟平等 所以耶稣对你们说 耶稣教导我们说 你们要如此祷告 愿你的国降临 今天我就要结束了 我先把这句话的前提讲出来了 下个礼拜我要很严正的对你们讲 什么叫做愿你的国降临 基督徒活在世界上 我们要向往未来的世界 基督徒活在人生的道路上旅行 我们有旋律将来的家乡 愿你的国降临 你满足这个社会吗 如果你满足因为你过得比别人更好的生活 而别人痛苦你不了解 所以你暂时满足 换往新加坡的人 跑去古巴走走 跑去印尼最穷的地方看看 跑去最不公义的国家去 跑去伊朗 伊拉克去看那些 斗杀的宗教狂热人士所做的事 你就更明白 这一两个礼拜要讲的这句话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